劳基法一例一休新制,明年上路。 但是因为新旧制的衔接,可能有些劳工到请休假的期限,特休假还是休不完。 还有休息日加班费可能会出现,加班越久,加班费领的越少的问题。 劳动部上周五政策又转弯,宣布休息日工作第九个小时开始,要比照平常日的加班,要照给本薪,还要再加给加班费。 一例休新制,明年元旦上路,造福工作满半年的劳工,马上就能有三天特休假,只是卡在新旧制的衔接。 如果劳工是在今年一月二号到职,到下个月薪制一上路后的一月二号,就到了三天年假的请休期限,劳工的特休是想休也休不完。 劳工朋友如果因为年度终结,他特休没有休完的日数,雇主是要按日数来发给工资的,所以劳工朋友没有休完的这三天,雇主要发工资三天。 休不完的特休,老板必须换发薪资,不过另外还有关休息日加班费的计算,也被立委挑出毛病,因为依照劳动部对规定的解释,休息日加班未满四小时,加班费必须要以四小时计算,加班第九到第十二小时,就要以十二小时计算,但不加本薪。 只是如果以月薪三万六千元,时薪一百五十元来算的话,加班一到八小时,加班费的平均时薪是三百八十八元,要是加班十二个小时,因为没有加本薪,因此时薪换算下来,却只有三百四十二元,反而加班越久,领得越少,劳动学者也认为很不合理。 要用多的加班费来抑制雇主不要滥用休息日嘛,那结果你现在变成说,做得越久,给的薪水越少,那当然雇主他就可能说,如果做到八小时,或者第九小时的话,他会觉得干脆我做,让你做到十二个小时,这样子的话,他可以用后面那四个小时比较少的加班费,可以稀释掉他整体的负担。 有立委认为,上班超过八小时,本薪就该令给,扬言要扒起临时提案,要劳动部重新解释,劳动部下午则是政策级转弯,表示休息日加班第九个小时起,雇主必须比照平常日的加班,除了给劳工加班费,也必须加罚本薪。